邻国印尼洪水泛滥沉灾 死亡人数至今已经攀升到128人 还有70多人下落不明 在弗洛雷斯以东阿多纳拉岛 随着水位慢慢退去 再离陆续回到各自的家园收拾残局 虽然当地洪水已经消退 但是小河流水依旧湍急 放眼望去 被水浸泡过的道路堆积了厚厚的淤泥和垃圾 民众齐心协力轮流清理路面 有者更直接出动神手挖泥机 把残留的枯叶烂叶给弄走 同一时间 百多名警员和士兵则埋头徒手 希望在废墟中找到生还者 最新数据显示 这一波洪灾造成上千民宅被摧毁 8500名村民流离失所 多个地方电力供应中断 一些偏远山区的救援工作更是困难重重 随着救灾工作还在进行中 当局表明将持续更新 灾害数据 反应中取代支付